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演藝圈男明星呢 最近都練了很大的肌肉 這帶給一般的男生 很大的壓力就是 難道只有臉長得帥 已經不夠了嗎 就... 當然是啊 就是...那妳寧願就是 有肌肉可是臉很醜 也不要 就是兩個條件 都要同時並存 那如果這樣他長得帥 就是已經不練肌肉了呢 這樣也不行 因為我們現在女人 有太多機會可以見到好男人 那我們這集不要錄啊 這集... 這集請得通通都是長得帥 妳既然要觀賞的話 我們何苦要為難自己 當然就是要看一下條件好的 那也是 所以呢 我們今天邀請的幾位是 他們號稱 他們還是擁有廣大的市場 而且非常受女生的歡迎 可是他們並不完全 是走大肌肉路線 除了現場會有小女生 當我們的評審之外呢 另外有兩位男生代表 這兩位男生代表 為什麼會坐在一起啊 有一位應該已經是 徹底的成為僵屍了吧 OK 是您沒錯 你今天的髮型是敢屍 對還是... 沒有...這個髮型呢 是融合了中國的這個古代 跟現代 這整個是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 是 還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旁邊的貴客吧 這位貴客跟大家隆重介紹一下 是... 其實我想很多人都不陌生 他是在中國好聲音裡面的好聲音 是 李戴默先生 歡迎李戴默先生 歡迎李戴默先生 李戴默的外型 你覺得幾歲 看起來至少有35 可是他的皮膚實在是好的驚人 超越很多上我們節目的女明星 他的發亮度大概18吧 是指皮膚的發亮度嗎 皮膚的發亮度 可是妳聽過他唱歌嗎 我最近有注意到他的一則新聞 我也不是很開心 因為他最近有演唱一部電影的主題曲 然後有跟那個電影裡面的女主角 那個女主角是... 誰... 因為我講到他我會過敏 我就不想講他 是林志玲嗎 林志玲就念出他 因為我一念我就覺得要抱他 自動消音這樣 然後他就有講很多場面話 說什麼智林多漂亮啊 我就很不喜歡這種作假的藝人 所以李戴默今天的挑戰 就是要親眼見到小S的情況之下 他如果還能夠稱讚出... 就是... 就很了不起對不對 因為你當時看到林志玲本人 然後還勉強地講那麼多場面話 應該很痛苦吧 其實我之前也是在電視中 看到林志玲 但看到本人之後有點緊張 但是其實小S姐我是 很久一直在關注康熙來了 我沒想到有一天會坐在這裡 然後面對面地見到你 這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對林志玲也是面對面 對她也面對面有什麼不一樣 S姐是我一直以來 就想真正去接觸的一個女神 女神... 好啊... 女神... 贏了... 雨天大哥 你準備好了嗎 不...我是走肌肉路線的 這個康熙的健身教練 不是 我是走一種自信的風格 好不好 要有自信 秀出自己的身材 不要怕 你準備好了嗎 我們今天介紹很多男生 要給小S來這個鑑定一下 她也就是看看而已 對 我們來看一下捷影 這個姿勢很會把... 這個看比例來講 好像是一個 個子比較小一點的人吧 我覺得看起來很像 沈玉琳那一類的 要不要往前... 要不要往前站一點 往前站一點... 看起來會比較高 她穿的服裝是一件襯衫吧 是 班長 我們可以到... 我們可以到腰部 是 馬上到腰 到腰... 好了 整體造型來講 好像假裝... 應該不高啊 假裝要演出很有品味的樣子 如果是1分到10分 10分是滿分的話 這個男生到目前為止 覺得他有超過5分的舉手好嗎 楊...楊妹妹 衣服的話應該有7分吧 7分 所以算有時尚感 對 妳不在乎身材比例這件事 因為這樣看不出來 這樣感覺還滿壞打扮的 這樣子妳還看不出身材比例嗎 到脖子 到脖子 我們直接到脖子 請看 這樣看出來不 這樣看就沒有... 所以這個邰哥他有帥的可能嗎 我看不太出來 就我覺得... 妳跟他很熟啊 我跟他很熟啊 但是我從沒有... 就是我打心眼裡就是 心裡最深的地方縮起 好 頒獎 我們拉起來吧 好 好 同學 來這邊站一下 他跟邰哥是有散發同一種情形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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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蕾 開始寫... 我身上... 沒有... 我先不一樣 我先澄清一下 我是這個外表跟內在是兼具 台資源跟充充誰算 一定要選一個 地球上男人全死光送我們兩個 選擇邰哥 我還是選擇... 真的好謝謝你 如果...如果人類就是都死了 只剩下我要傳宗接代 要選一個種的話 你...你現在先做決定好不好 這邊已經在做肥挺身了 邰哥這邊也平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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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已經有答案了 拚了... 邰哥上了啦 幹什麼東西 需要搞成這樣的 邰哥 我看到你的腹肌了 你的腹肌好大 很明確的我是要邰哥耶 真的...真的嗎 真的 跳圈... 你這麼貪圖遺產 不是 因為我說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散發同一種氣味 可是我還是選邰哥 你們兩個散發是 就是他們還是有那種味道 可是邰哥還帶著 一點男人的味道 請問你有170嗎 我... 沒有 接近 壞了 我差5公分就170 所以是小個子 算是啦 OK 好 不要勉強喔 沒關係 大家各有所好 歡迎你啦 從中間 謝謝 謝謝 我們還有六位的警影 請看 真的嗎 這個姿勢 這不可能是 這是男生擺得更好 這是安俊燦的路線吧 對 這很魅耶 請問這是幹狗龍嗎 好 我們先到腰部 好 我們先到腰部 請看 好瘦 好瘦 太扁了吧 點身... 你們看到這個腿 還會想要看他的上半身嗎 可以看嗎 那我們把臉子這樣起來 好 謝謝 請問你幾公斤 50 太瘦了吧 你是有在努力維持50公斤嗎 還是... 沒有 我完全吃不胖 所以你是以瘦弱取勝的造型嗎 算是 那有受歡迎嗎 身材應該是比較沒有辦法 那是臉嗎 你知道 你應該就拉下來了吧 好啦 我們這樣講了 我們歡迎這一位 小路 歡迎 他好像 對啊 我覺得他會有一些 沒喜歡才對 可是他就很刻意要弄成叛逆的樣子 但他明明就是個老實臉啊 OK 因為最近弄了一個樂團 所以就是 你最近弄樂團嗎 對...為什麼 就是組了一個樂團 跟李全一起 對...你們弄了一個樂團 你是唱歌的還是... 對 我是主唱 你的歌聲是已經有厲害到是 成為主唱嗎 應該還算... 你有Rocker的聲音嗎 Rocker比較...嘶吼 還在調整當中 那現在是什麼路線 現在就是比較美式饒舌 一些R&B的部分這樣子 是如果現場來一句 女性們會為你瘋狂嗎 希望 應該是還可以 真的 可以嗎 應該是OK 因為你打算成這樣 萬一唱出來是不行的話 就會很尷尬喔 因為你知道目前為止 是用菲玉琴的方法講話 所以你要來一句嗎 可以... 好 加油喔 好 因為我就站在這裡 從來不曾離去 不管以後什麼困難 若想到我 你會知道我就站在這裡 我知道你在這裡好不好 OK... 你有曾經得到女生的歡迎 到什麼程度 就是高中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籃球隊 對 然後我們會... 早上會跑步在操場 然後就會有女生就是送早餐這樣 那很受歡迎啊 還行 可是你的身高 在籃球隊裡面會不會比較 使不上力 對 或是在外圍的 外圍部分 控位... 不會吧 我大學也打過籃球 打中鋒嗎 我打過中鋒啊 因為那個中鋒比較... 你打完就中鋒了嘛 不然中鋒了呢 沒有 那是唸中鋒 不是中鋒 沒有... 我們矮個子打籃球 矮個子的 對 非常靈活 高得超不到我們球 所以應該... 希望可以朝這個路線 可是如果女性在她旁邊的話 就很容易顯胖啊 對 我也沒有要叫人過來 我沒有要叫人過來 好 小路歡迎你來搶奏吧 這看起來... 是要出任務嗎 姿勢 這是你最Man的姿勢嗎 先生 他這就是很早期外景節目主持人 會說OK Let's Go 很老派 不過看側面好像是帥的樣子 我們先到腰吧 好 我們先到腰部 請看 這個腿雖然不細 可是好像也不是撞的 可是好像比前面兩位 說得過去耶 邰哥 你可以過來 讓我比較一下腿嗎 我跟你講 我腿練得很好 沒有 沒變 很棒 非常... 腿非常棒 你還滿扎實的耶 扎實...真的 我... 一變做我不願意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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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樣腿比較Man是不是 如果現在看完兩個男性 我還是會選擇台志願 跟我傳宗接代耶 棒棒 你不要過來 你不要過來 不要... 有話好說 你就這樣子就好 其實你只是想省時間吧 請問你幾公分 174 174 幾公斤 64公斤 你從小就有被女生追 或者是告白嗎 有 是他們都稱讚你的什麼部位 或者是純粹就會覺得你漂亮 眼睛滿漂亮 他們會稱讚我 OK 你是那種嚴重自戀狂的男生嗎 私底下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還滿自戀的 你今天有沒有化濃妝 沒有 你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都是放了鏡子 在桌上一直照的嗎 放在抽屜 你在路上經過汽車停在路邊 你會從他們的鏡子裡面 照自己的髮型嗎 會 每一面鏡子都會 好 來 我們起來吧 好 我們歡迎 請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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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不信... 你應該長大了吧 你超過20了嗎 20歲了 金城武是10分的話 這位同學覺得他 超過8分的舉手好嗎 所以你前面要換一個人 你幫我換 你太多分了吧 人家偶像的唱片公司載你 沒有乳包 好 歡迎你啦 請坐 謝謝 好 請看帥位的剪影 好 已經在健身了 是拿菜籃嗎 在哪兒 那個20公斤 我看一下你側面好不好 所以側面是帥的嘛 是不是 就是滿像一般的大學生呢 我覺得有點像獸版的獸蜥耶 好 反正就是瘦的小孩 無其龍 好像也是走睫毛濃密那個路線 對 來 我們到腰部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到腰的部分 請看 也好瘦喔 瘦... 可以請教你幾公分嗎 172 172 幾公斤 57公斤 如果裸體量的話 裸體是增加什麼事情啊 因為我平常會穿多一點 讓自己看起來比較有份量這樣 OK 你的外型有超越蟲蟲嗎 蟲蟲應該很好超越吧 對 就說如果都還沒有的話 那就也不需要費心去看了 所以妳從小到大 是有被人家直接對著妳的臉說過 說妳長得好好看喔 小時候還有國中的時候滿多的 後來怎麼了 因為那時候滿流行日系的 那後來寒風流行 我就整個很視為喔 所以你是說妳的長相 現在已經退流行了嗎 對啊 怎麼辦 我想說她不要去整形 因為最近比較流行很重 好 我們直接歡迎 來... 太流行了吧 因為她的長相 好像變得是有 歌仔戲演員的味道 歌仔戲演員 她就是天然的眼燒 開始往上走啊 沈建宏來 她旁邊站 所以這兩種臉都是五官很好看的話 比較喜歡沈建宏的臉的舉手好嗎 比較喜歡阿本的臉 阿本有兩票耶 你的外套如果拿掉會怎樣 會有肌肉嗎 稍微瘦一點還是... 有臉 所以這樣呢 不過我也有蠻MAN的特徵喔 我腳毛滿多的 有加分嗎 腳毛多好像是一般男人都可以 腳毛只姓... 腳毛我也...我應該是... 一樣啊 我以為你是那種全身擺勁的人 擺勁的 也沒有耶 其實我力氣滿大的 真的嗎 而且我膽子也很大 你力氣大就從何判斷 就是我可以扛... 就很輕鬆可以扛一些東西啊 這個 沒有很輕鬆啊 沒有很輕鬆嗎 你又有兩手 而且你沒事扛它幹嘛 我們公社的女生也常常在擔嘛 真的 我的力氣還滿大 因為大家會覺得 我好像外表這樣 就是力氣很小 然後膽子很小 所以沈建宏是可以單手 扛起這張椅子嗎 應該沒問題 聽聽看囉 剛才阿本好像拿... 他好像比較吃力一點 對 可是... 這個滿重的 我問你 你們兩個 如果在街上交錯而過的話 你們會互相看一眼嗎 我會以為是我團女 OK 所以你的搭檔很像 這一路的人是不是 沒錯 OK 歡迎兩位好 請坐 謝謝 好 下一位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看一下他的建議 好 好 那個手... 線條有 好像肌肉線才有出爪 手臂的線條滿好看的 這位同學 請問你怎麼樣 是頸椎有問題嗎 有練...還有練 舉一舉就累了 請問你幾公分 178 那是高的啊 有練... 請問你幾公斤 67 所以請問你的五官 是從小被稱讚的嗎 從小非常誤認為是女生 所以你也是漂亮型的臉是不是 就比較秀氣 那你的長相過時了嗎 最近有在做一些改變 不是... 不是... 就是譬如說有去一些... 就以前比較怕曬黑 然後現在就比較不怕 覺得白也沒關係 現在就會曬黑一點 以前會覺得自己不要黑要白 現在覺得沒差 好 OK 我們先到腰 好 我們來看一下腰部 直接看到腰部了 也是唐日榮的意思 顯然是一組的吧 是 所以你知道唐日榮是誰嗎 你回去搜尋一下 這比較不是唐日榮 這比較像李唐華 來 我們倒臉吧 好 我們直接倒臉 歡迎回憶 歡迎回憶 回憶 第一次來到這時候 就是宋若馨耶 對 對 我後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瘋狂 迷上健身 你剛剛不是已經跟我們聊天過了嗎 不是... 健身險 健身厚 對 我們兩個常常... 常被誤忍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演一個 同一個戲劇 然後是單元劇 然後他的先播 然後他的播完之後 就有人打給我說 我覺得你演得好好喔 不是我嗎 我還沒播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怎麼人家都演兩集 你演到五六集去了 我說後面集數是他 所以這就是文宇想要的事情啊 就把阿本的頭 裝到另外一個有肌肉的這個 有肌肉的臉 所以這樣就滿意了吧 還可以 所以應該是為了當偶像 才開始練肌肉對不對 其實是因為以前都有拍戲的經驗 然後會可能接觸到 要很多要爆女生的戲 然後女生如果看到你很瘦 就說不好意思 我剛吃飽飯 你可能... 倒用可以換個鏡頭 不要用爆的 那時候其實我會覺得很受傷 所以你不信任我 對 因為你以前完全不是這個路線的耶 你如果認真練 你覺得你可以練成這樣嗎 可以啊 因為我以前跟阿本差不多瘦 我差不多52公斤 我還是有一點肌肉啦 對... 一點點 但我有不小心 就是拍戲的時候 就是報女生 那時候要報小滿 然後就是報她 她受傷 我要急著去 把她報到醫院去 然後因為就拍到凌晨 我就這樣 小滿就... 然後後來她就整塊肚都窩心 對她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應該要練一下比較好 所以我後來就有講說 譬如說女生後來 現在如果碰到這樣的狀況 女生說不要啦 我可能剛剛吃飽了 你不要搬我很重 然後我就會說搬不動你的人 絕對不是你的問題 是搬不動你的人的問題 所以我後來發現 長相漂亮的男生 都很想要證明自己 力氣大這件事 你剛剛是在嫌他廢話那天嗎 這個故事 剛剛不是已經講得可惜了嗎 就是女生吃得很飽 這件事還... 對 因為她需要一個肯定 你就給她肯定就好 有沒有一直從眼神中給她肯定 就告訴她說她練得很好就好了 好 你用裝 看起來力氣很大 好 換以前也請坐 對 她想通常都是壓得出場面 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 給她嚇到了 請看 你看到沒有這個角度 誰做得出來 S S 所以這是時尚的戰法嗎 Michael Jackson嗎 閃到友好 請問你幾公分高 168 請問你幾公斤重 48 好瘦 48 超級瘦耶 48是今天最瘦的吧 是... 48應該都比女生還要瘦了 比一些女生 然後你也是漂亮臉嗎 從小到大 從小到大有人說過你好看嗎 他們常常說我很可愛 可是我都會...我很不爽 為什麼 我聽到人家說我可愛 我就會超不爽 我就會說我不是可愛 我是帥哥 你也有想要強調自己 力大無窮的事嗎 沒有 你可以站直耶 我不建議站直 倒腰吧 好 我倒腰 好 這樣子 其實不要穿緊身的褲子 好像看起來就好一點對不對 然後打扮也都算是還滿... 放鬆的 好 那我們要看她的臉了 好 我們直接來歡迎一帥 你出現的時候 你真的有發出一些聲音耶 有嗎 有耶 那個 有高興...有人高興嗎 長得很可愛 你看 我面子就帥 對 要不要看看你魚尾我又多重 然後把我跟小朋友們搶 你幾歲了 我29啊 所以如果他算可愛 承翰點也算可愛嗎 承翰你的長相 你會怎麼形容他 很少人家說我很可怕 對 我也很想聽到 對 這滿鳥的 你在搞什麼 我沒有啦 我是正常啊 你以前長這樣嗎 我以前長這樣 我是有跟Leo一起 我是弄雙眼皮的對不對 沒有 我擺是雙眼皮啊 你有注射什麼嗎 你遲疑幹嘛 你做什麼 我沒有做什麼啊 我不說實話會很慘喔 好 你覺得很久以前都不算啊 你覺得不算就講出來 有什麼關係 眼睛埋線嗎 不是... 肉毒感情 可是我後悔了 我真的後悔了 你打這邊 對 Eason跟阿本和小璐三個人 誰的分數會高 我想不出來 來 你...阿本跟小璐來一下 小璐 走過來路上一直聽到小璐... 是覺得誰票數會高 我覺得Eason跟小璐 可能會有一點拉鋸 所以阿本沒機會就對了 阿本沒了嗎 因為如果喜歡說話 可能有趣的女生會選Eason吧 小璐也還算有趣 所以十位妹妹 你們一個人只可以投一票喔 就這三個比一下好了 帥來講的話 要把這個帥 再投給阿本的請舉手好嗎 阿本有等這麼多票 他可能會贏耶 五票耶 他有五票耶 所以另外兩個人 如果只要有一個分去一票 他兩個人就輸掉了 你們都是哥仔細迷嗎 我看誰舉手 恐怕 所以妳剛才並沒有給他什麼高分啊 對啊 而且這三個比 我真的覺得阿本比較帥 這三個比 這光論帥的話 所以瘦呢 沒有關係嗎 瘦有關係 太瘦不行 所以阿本有比另外兩位帥 這只論長相應該有吧 你不覺得他的長相 是好像有戴了頭套嗎 好 那剩下的五個人 你們也是只有一票 會把這一票投給小鹿的請舉手好嗎 三 所以我是二 投給一...三的舉手 是兩票 周遇慈 你剛剛還說你沒有忘 因為他裡面感覺比較好親近啊 好相處的 對... 所以是阿本 我們這樣我們真的錯了耶 不好意思了 失禁了 請坐吧 三位 所以我們今天研究的事情呢 是說雖然肌肉很風行 可是瘦弱的美少年應該還是有機會 那阿本是決定已經不要走肌肉的路了嗎 之前有想要練 可是後來就那一陣子練一練就 就是因為那個藥有一個方法 可是我是在家裡自己練這樣 比較年長的女性們 是不在乎這件事的 因為我覺得不用刻意吧 因為我本來就是長得比較清秀 那我如果刻意要曬很黑啊 或者是留鬍子 然後反而就感覺很奇怪 就很不搭我的長相 可是你如果要拍那種 很男人的雜誌 會不會撐不起來姿勢 可以啊 我還是可以有一些線條 你有在得意說瘦的人 可以擠得進很窄的衣服裡面 有時候會 因為有些比較好看的衣服 或者是比較有造型 會比較...比較小一點 所以陳毅 你現在練成這樣的話 有些衣服會裝不進去的嗎 對 幾乎之前的衣服 尤其是肩膀啊 跟厚度都不一樣 你今天是不是非常得意於 你的手臂線條超越其他人 其實還好耶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 因為自己真的 在這方面花了滿多功夫 你比較自戀 還是你的搭檔比較自戀 陳毅非常自戀 我的第一首主打的歌 就叫自戀皇 因為我們剛才在跟阿本聊天的時候 我就用雨光看到他 一直擺出這種表情 不是... 還是覺得目光好像還在他身上 集中在他身上 沒有... 沒有 因為我之前有 也是很瘦的時候 我是有受過一次傷 因為我那時候有曾經參加一個 日本的舞台劇的徵選 但最後我輸了 然後他們就告訴我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太壯了 可是那時候還在我練之前喔 所以我想說既然我瘦 沒辦法比他們還瘦 那我就命了命了狂練 OK 剛才那個故事是要炫耀自己太壯嗎 不是 那句話他講得很自然耶 你就聽就好啦 真的 所以我那時候很誹一所思 我這樣還算壯 可是台哥 你聽到這種故事 你不會生氣嗎 我不會生氣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很真實 而且我覺得他是變相的 就是不讓人去 他其實... 他就是想錄取那個日本人 所以要給他一個好聽的理由 是 你們兩個人出場的時候 感覺尖叫聲不一樣怎麼辦 我覺得兩個都好 大家就會好 沒關係啦 如果... 如果你討厭成功 所以跟誰要比嗎 有喔 我們很詐異耶 你們還有粉絲嗎 剩下幾個嘛 所以要體能出來啊 一成一粉絲真的滿多的 是喔 對 那我覺得形不一樣 其實有時候可能... 像我就會吸引到一些媽媽啊 對 或是年紀比我還小的 就是90後的可能都會 可是公司拿出你們身上 這兩件衣服的時候 你有想說為什麼是他 可以穿到露手臂的背心嗎 那時候有考慮說 要不要兩個人都把手臂踩掉 但後來覺得這滿好看的 因為是拚一截耶 沒有... 沒有 這個衣服真的是一線之間 我覺得就是... 就是非常一線之間 對 你做的... 你做的直就是好像還不錯 但是如果你突然駝背這樣 就變台客了 不過兩個人的團體 總是比較好擺平啊 結果他們就這樣 就一樣的面積就可以搞定了 可是有人要搶左邊搶右邊嗎 有... 有...我們兩個都是左臉 所以其實在拍宣傳照啊 拍內夜 你看嘛 他們真的在乎這種事啊 都是非常辛苦的 因為每個人都要搶左臉啊 然後我那時候是剪刀手不贏了 所以我在左邊 對 我在拍右眼 你們兩個位都是左臉 意思就是說 你們兩個現在用這個角度 跟我們聊天 其實很不安的對不對 你們應該要一直跟李戴默 跟邰哥聊天才對 因為你們喜歡的是左邊臉嗎 你們可以看著邰哥 然後用借視線的方式 跟我們聊天嗎 對 沒有... 不是 這樣好好笑嗎 請問女生聽到男生說 他覺得自己的左臉比較好看 你們會扣分的舉手 因為這樣就等於說 他跟他們約會 他們就一定要坐在某邊 才能夠這樣做 我們約會不會講嘛 你怎麼知道你是左臉好看 還是右臉好看 應該是攝影的時候 他就會分出這樣 對 攝影師會告訴你 看照片啊 都是一樣的 差不多 你也有在乎左右臉嗎 我們有時候拍那個 攝影師也會叫我們 左臉或右臉 他是叫你上下對調嗎 因為我沒有在乎 你沒有在乎左右臉的事 因為他髮型沒有差別啊 我有的髮型 最好有瀏海 對 有的瀏海 這是有差的 我現在終於看出來 李戴默這張像誰了 像大陸的大腕演員李寶田 李戴默有人這樣講過嗎 還真的沒有 沒有嗎 但是我覺得我很榮幸 像不像年輕的李寶田 太像 這張尤其像 尤其像他在演那個流洛鍋的時候 對 不是 像他演那個搖啊搖 搖到外婆橋裡面的那個 很像流洛鍋 很像 所以剛才猜他年齡的時候 有告訴你正確答案吧 你說李戴默嗎 有 有告訴你他25歲 有 可是他的眼神成熟度 感覺好像經歷了很多時間 Eason 你不知道他25歲 我不知道耶 對 我以為是大前輩 然後本來想說 他是新出現的選手啊 對 我後來看到他的人 因為他... 我一開始先聽到他的聲音 都不在一起啦 不過他今天帶了一個勵志的故事來 就是他曾經是胖的人 你最胖的時候有多胖 公斤 公斤啊 75 不是金 是公斤 公斤 175 你看 175 這個是已經瘦了瘦下來了 對 照片也就是你啊 對 當然已經瘦下來一點了 可是這樣子挺討喜的耶 是 會嗎 應該就是 感覺比較容易親近耶 這種樣子是會被抓去拍廣告的 對 他真的長得很像以前 那個磨炎的那個張培人 對 所以你剪到這個照片中的時候 是幾公斤 大概115吧 已經從175剪到115 剪得差不多 所以你... 那這個呢 這個是我 這個也是 初衷的時候 初衷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175的時候嗎 沒有...這不是最胖的 其實最胖的那個已經讓我自己... 2004 李戴默完全不像耶 這三個我耶 對啊 李戴默你不但瘦了 而且你胖的時候 各自也長得不一樣耶 對 其實我在好聲音的時候 還比較比現在胖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我只有168 身高之類的 你是怎麼會有動力 在長大以後漸漸瘦下來 因為小的時候經常被別人罵 欺負 被起戳號 就覺得... 那個時候覺得別人都說你不好 那自己也覺得不好 但是後來覺得... 因為要面向工作的大學快畢業了 我覺得一定要換一個形象 我希望我的形象改變 換來一個跟大家公平競爭的 這麼一個機會 你現在多瘦 我現在大概73...74 多高啊 187 這麼瘦 太溜足了 這樣變很好 你是用什麼方法瘦下來的 運動加節食 你成為舞台上的人之後 粉絲是很有明確的告訴你說 你必須要很瘦 也倒沒有 好像是比較... 大家比較接受我 稍微胖一點的時候 但是現在工作很忙 自己沒有太照顧自己的生活 可能有的時候吃得不是那麼順心 或者休息也不好 OK 你現在吃東西的時候 公司會阻止你嗎 說少吃點 對 其實我老闆會說說 李戴墨你多吃一口 給你50塊人民幣 但是我真的就是沒有那個欲望了已經 就覺得自己經過那麼多年 被人否定 就是... 我上學的時候 初中的時候 會有集體操 然後大家會回教室 會放一些音樂 大家起步走 放那種音樂的時候 大家會編一套歌詞 然後這樣子就是在辱罵我的 當著全校人的人 然後來唱 所以我覺得我既然 已經經歷過那些了 我一定要讓自己改變一下 那你那個時候 有很恨帥哥嗎 對 還都很帥 但是我覺得那個時候很... 覺得別人長那個樣子 很羨慕 沒有恨 沒有到恨 Circus誰出場的時候 都得到叫帥的最多 帥的應該是KID吧 然後... 你們真的是在... 我們不了解的世界 KID的尖叫聲得到最多 對啊 那你呢 你排第幾個 我應該... 我最近走下坡 應該排第三個吧 你們總共都三個排 而且你為什麼說最近走下坡 你們都還沒開始上坡耶 對啊 許伊莉 他們兩個人 等一下跳舞的時候 會一直用 有殺氣的放電的眼神望著妳 因為我剛剛 在跟Eason聊天的時候 我已經很受不了誠意了 怎麼了 對啊 我不知道 然後想說 就不要這樣好不好 我們很乾淨 我們在旁天耶 他好像沒有辦法放鬆眼神 他沒辦法啊 因為李戴默眼神 就是一個正常的眼神 因為有時候帥哥當久了 就是會讓女生... 就一隻處於他 愛我...那種 你可不可以有一些 比較鬆散的眼神跟態度啊 沒有 都還是在演帥哥 對啊 所以你... 你是不是也是那種 晚上睡覺前 會拿手機出來 拍自己睡覺樣子 然後放一張照片道 會 以前比較多 現在比較少 因為你們... 因為你們要顧慮邏輯啊 就是睡了的話 為什麼自己還會把手機拿起來 我後來也真的很認真 思考過這問題 就除非你把沈建宏照起來 他幫你拍一張照才出力 所以我會說是誰拍的 是建宏拍的嘛 現在男明星非常喜歡拍自拍 每一天就寫說今天長這樣 然後就弄一個很大的頭照 然後我想說 你這樣一個禮拜後 就很明顯看出來 你每天長得不一樣耶 因為你知道他們的嘴唇 他們就會越來越厚 對 就是每天都有那個玻尿酸 然後這邊進去變高 對 所以他這不是更揭穿 自己的整形之路嗎 對 醫生就當在我們面 說瞎話 就跟我們說沒有弄啊 沒有 那是...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要追溯幾年啊 那真的很多年前 多久了 五年前就 一定過啦 五年前你才24歲 你去動什麼手術 沒有 因為那時候就是胖胖的 那時候是胖胖的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你很可愛... 然後我想說 我們要當可愛型我是帥哥 然後我就去... 我就問說要怎樣變帥 他們就說要有下... 就是這個下巴要出來 然後我就去打啦 我問你 你的內心覺得坐在陳毅的旁邊 我的壓力很大 你有心裡一直在罵髒話嗎 有啊 因為基本上會穿無袖的人 就已經很讓人家受不了了 而且他剛剛有擺出俏獎 然後這樣子的姿勢耶 所以想說... 你還跟他說說 俊宏放鬆一點 所以想說我在家裡看電視的時候 所以好像真的 沈建宏比他放鬆一點對不對 對 沈建宏你在心裡 有一直想說陳毅在演什麼嗎 好像有一點 他可能會... 因為我覺得他是天秤座 所以他會非常在意 他的所有出來的東西 比如說他的要不要優雅 或者是他肌肉線條帥不帥 明不明顯 他可能多多少少有一點點吧 我覺得這是好的 因為如果在舞台上 他這樣子非常有自信是非常好 對啊 我相信你們的粉絲 很愛這件事情 借宏裡面 那個內頁裡面有一些 滿壯的照片 這次內頁 這次內頁有大突破 是不是 這是... 這種喔 對 不錯啊 也滿結實的 雖然練得很結實 可是臉上是畫大濃妝的 對 有一點點 練好只有以後攝影師 叫你們把衣服這樣亂扯的時候 你們都... 其實是...這個啊 是我 其實我們在拍這段照 拍到後面已經有點累了 大家都覺得有點無聊 是我們的髮型師 我本來是拍這個照片的姿勢 邰哥 你要擺一個這個姿勢嗎 但是反而只是外表 我擺這個姿勢是要幹嘛的 對 反正就拍到後面 你還可以延伸出這種味道嗎 就是好像有要去遠方 我要去哪裡 你的肌肉就是在延伸中的力量 遠方...走遠方親戚嗎 你現在隨便這樣拉 你會閃到腰嗎 不會...我... 現在邰哥很壯 你要把西裝往上去啊 我們在健身房都會碰到邰哥 他現在很漂亮 其實還不錯 你還是有要去遠方的感覺啊 那我練好了 我在你們節目 好了 我現在還在練 我希望我們節目撐得到那個時候 我練快一點 你們要唱歌 可是就是不是舞曲 而是要唱慢歌是嗎 對 因為今天靠他們帶 所以不是存心要跟李戴默 就是好好的進去 沒有...不敢 男生會唱歌這件事情 有很重要嗎 所以如果丞翰點歌聲如天籃也是 你存在 我就不想存在 你要出專輯了吧 還沒... 還沒什麼... 還沒有喔 對... 先不要...慢慢來... 一步一步來 我問你們喔 認真講 就是幽默感 歌聲跟肌肉 幽默感最重要嗎 比肌肉重要 所以丞翰就擺在那邊... 腰像嗎 可是也許丞翰也很會唱歌啊 不是 如果照片上講 不是Eason就要壓過丞翰 你們剛剛沒投我 少在那邊孔子欣賓 沒有 所以如果你跟丞翰點 要逗女生笑的話 你覺得誰的成功力 一定是我的啊 真的嗎 我常跟她在同一個空間裡 空間... 哪一個 不應該都在同一個吧 還能穿梭了 然後她講話真的會讓人家睡著耶 就是連男生都很難...就是... 可是丞翰你至少還會去 追蹤一些新的笑話耶 這超難笑的耶... 你敢現在跟她比一個笑話嗎 我是沒有那種直接... 好險你說不要 因為我早上也剛用完 你現在沒有笑話了 你連笑話都沒有 那你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啊 你口袋沒東西了嗎 她用爛笑話取笑 可是她這種 在夜店的時候沒有辦法 那麼...對 所以可以打破那個梵林 不過我們也要對AK的勇氣 要給她加油 因為他們也要在現場唱 是一首比較幸福感覺的歌曲 比較溫馨的歌 就是要有勇氣面對 李戴莫這樣的歌手 因為你們就是有機會 會同台演出 是 不要怕 我們加油吧 上場了 好 讓我找到祝福 再糊塗 不懂得滿足 人總要跌倒辛苦 才學會真心擁有的幸福 遇見 就是你從天而降 一道陽光 在我傷口一致 讓我為你發誓 要保護你一輩子 讓我成為你宣誓 生命這首詩 要我大聲的宣誓 你是唯一的名字 讓我為了你勇敢支持 每一次 重新擅任我的固執 讓你感受我愛你每一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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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起來其實 妹妹們對於男生一些 肌肉以外的特質 還是會喜歡 所以也不用絕望 就如果你走去別的路線的話 應該還是會有你的市場 那最後我們就讓李戴莫 唱《到不了》這首歌囉 好 歡迎你 我找不到 我到不了 你所謂的 將來的美好 我什麼都不要 你知不知道 若你等我 這一秒 我想看到 我在尋找 那所謂的 愛情的美好 我靜靜的依靠 靜靜守老 不敢露掉 一絲一毫 願你看到 好 歡迎 謝謝李戴莫了 謝謝 好 那希望大家一起加油囉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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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